这个少吃一口舒服一宿 少吃一口舒服一宿 这是我们河北省啊 这块人的土画 这个我们念成宿一宿一夜的意思 这是多音字啊 然后这个是水光连雁 连雁是水坡的意思 然后情方好 山色空蒙 羽翼齐 玉靶西湖比西紫 农妆淡磨总相宜 这个是苏东坡的在杭州做的诗 那有人现在解读是说 他碰见一个12岁的一个 就是一个女生 然后他特别感觉到这个女生特别淳朴 他写的这个诗 他不光是单纯描写这个西湖的美景 杭州的美景 他里边有就是 甚至这个有人解释就是赠给那个 他的后来的那个叫小妾 送给他的诗 你当时那个小孩才12岁 然后18岁 他们就结婚了 就成为正式 这是他的 就是一个